鮑威爾要在這一個傑森豪的年會裡頭演講 大家說他會 透露到底9月要降息 降級碼的這個訊息 不用理他一定降息了 一定降 降級碼 百分百了嗎 一定降息為什麼 失業率也上去了 通貨膨脹率也下來了 那股市也漲成這樣子 那表示資金大概逃離債券市場 對不對 那你這個時候 這個對這個聯邦 聯邦政府還要罰行那麼多政府公債 你現在還有什麼選擇 就降息 剩下只是降多少而已不是嗎 降機碼 不然你還告訴我你要升息嗎 不曉得還是有人 賭定說不會啊美國的這個經濟狀況看起來還可以啊 沒有啊失業率在上升啊 經濟在衰退啊 本來說要到3% 現在彼此摸摸不敢講3%啦對不對 就現實嘛 所以你看多數什麼已經放消息 人家不是在講說你9月份都會降息 我去年不是講說大家講3月嗎 我說6月以後 記不記得 他已經拖了3個月了 會給美國的經濟造成不良影響 所以現在有馬後炮啊說其實 有人說7月就該降了 就是聯邦會的會議紀錄裡頭 有一些人說其實我建議7月就要降了 他不降啊 他覺得撐一下 撐一下 好不好 7月已經過去了嗎 現在是8月啊 對不對好不好 大概9月初你要降就降吧 反正你拖越久的話你美國究極越長 這個就是現實問題因為 美國的金融系統是全世界最發達金融系統 他聯準會的等於是 那個金融的心臟 他打出去的血液可以到末梢神經的 那像開發中國家像中國大陸 他聯準會 打下去的血液到末梢神經非常困難 所以要靠政府的行政力量 銀朗老闆早來早來講 像 那台灣剛好在中間 心臟不是很好也不是不好 所以還 央行總裁請喝咖啡 他會不會請人家喝咖啡 不會 那個叫行政指導 他不需要 他喝他自己的咖啡大家都知道要幹嘛了 對 他只要水一開的話大家 這個 手指尖的血液的壓力就來了 一關掉的話 血馬上退 退紅啊 就是美國金融體系就是 發達 發達在這裡 那 所以大家都猜中啊 你少假了啦 你一定會降的啦 你到底在降多少你說一聲嘛 對不對 一馬還是兩馬嘛 你覺得現在是一馬 他小心翼翼 他是保守派人士 他是中國大陸官員 中醫師出生 他是中醫出生 什麼事都要 慢慢拖一下 他有到中國留學 不過 暴力升級他就很 就是很 決斷 那時候快要死了 不升不行啊 ICU嘛 所以要逼到這個 最後才會 快速的動作 不能怪他啦 我覺得 這是一個很標準的 央行 行長的這種 人選的個性 不過在這個大家都覺得要降息 你都說百分之百了 百分之百要降息的時候 現在呢 大家通通跑去買美國的貨幣市場基金為什麼 因為 貨幣市場基金你要知道他買什麼 第一個買短債 大概是 10年以內 他發行10年或20年 可是已經經過10年20年 所以他 他的債券能量是10年 可是 剩下的 預期大概是3年5年 所以貨幣市場基金經常 買那種 剩下一年的 3年的 為主的 好這第一個 第二個 他買很多票券 那很多票券就是商業界發行的票券 企業界我要調度資金 其實也是一種債券 不過因為期間不到一年 180天為主的 比較多 那我們 大概 也有90天了啦 這麼短 是啊差不多啊 差不多啊 然後 因為銀行很喜歡這種 這種有 有Credit的 蘋果公司 或者馬斯克 馬斯克最近有倒帳 賴帳的 這個我停頓了一下 我停頓了一下 那這種票券 因為短期的債券我們就稱作票券 叫Node 不叫Bomb 那 貨幣市場就是買這個的 然後這個呢 利息要降 這些東西也會上漲 價格會漲 好 所以先進去卡位 等他利息下來 這些通通會漲 會漲 除了賺利息以外 還可以賺什麼 利差 他利息賺的是票面利息 那些不管利息 他的價格都會上漲 就會賺了資本 利得 賺了資本利得 所以大家拼命進去買啊 在美國政府公站很熱絡啊 他都排在那 戲台底下 等著看 保爾宣布 等9月他敲槌的那一刻 對對對 要過年啦 倒數計時 唯一 要猜的是說到底降多少 對 是一碼還是兩碼 不過 大家都在等著這個債勢 的上漲 中國的方向都跟人家不一樣 他現在到底 到底是怎樣 他為什麼要阻止 這個債勢上漲 他開始 他還是跟銀行喝咖啡 債券價格上漲 代表利息會迅速下跌 那 中國前一段時間發行很多債券 歐洲講說 哎呀中國沒有會買啦 買是假的啦 沒想到出來 他那 酒汗風乾淋 砰的 跑上去買 為什麼 保險公司要有一些東西墊底 財務操作一定要有些很穩的 保證不會倒的 有一個基本利息收入的 收入不要太多沒關係 好 那要不然很多的 進來的錢放在銀行的火起存款更沒利息嘛 所以先 先搶再說吧 就跟我們新清安貸款一樣 先卡位再說 你搶我搶 老闆現在跑到銀行櫃台說 我要買 我愛國 我的祖國 我愛中國 最後一定要買國債 我要支持祖國 我要買50年公債 喔 這種 有點像那 熱門音樂演唱會 周杰林開演唱會一樣 他搶著要 還有黃牛啊 麻煩在這裡啊 所以喔 中國政府說 你把我的債券當黃牛在賣 開始在大屁股 你不能怪他啦 他是覺得秩序太亂了 不是他還沒想到這麼火熱 平安心講啦 他一定心裡面忐忑不安說 發生20年30年 利息也沒有很高 奇怪那麼多房子沒有人租 要買我發債居然有人跑來買 對 到底是有錢還是沒錢啊 有錢啊 我不能講儲蓄率非常高嗎 只是儲蓄率的 資產配置 我講過投賓theory 渡賓理論嘛 然後 現在中國大陸的資產配置 照道理資產配置是說 要根據風險來配比例 可是現在大陸是產生SKEW現象 我怎麼翻譯 SKEW 就是 不是常態分貝 會偏一邊的 就是 我不曉得統計學該怎麼翻 結果 現在都偏離開那個房地產 大家都 閃掉這一個部分 對 因為 平秀林也沒進去買 新租也沒進去買 姓孝也沒進去買 對不對 那 中國政府每天敲鑼打鼓啊 他沒有 紙差沒有講說愛祖國要買房子 紙差沒有這樣子而已啦 那個房子上面都掛國旗好了啦 對啊 所以你看看那個 李翔可能每天出來好都在 穿個領帶花船帶賣房子 這個國務院總理是很勤勞啊 所以 只好出手來 來先打壓 為什麼他不想讓 利息給人太快 他不想要那個速度 異常的 不是因為 中國的利息如果在這麼 龐大的債券壓力底下 真正的市場利息往下壓 就會擴大跟美元利息的差距 利息差距一擴大的時候 人民幣資金就可能往外 流到美元那邊去 那本來 美元利息都要降 你還跟他一起降 利差永遠維持著 那 這樣一來到總是會有資金會外流 那你貿易 順差賺的錢一直進來 那資本利差就批出去了 那還把人民幣搞得貶值 這沒有什麼太大意 他覺得人民幣這樣差不多了 所以是為了控制 控制人民幣的價格 控制總體經濟數字 在這個降息前夕 各種 奇怪的現象都紛紛發生 這個金價已經漲到了 歷史新高 我居然 沒看 2500 我講老爸你都沒買 你好意思跟我講什麼 對 人家那個利將軍都有去買 1800進場了對不對 所以 還會繼續漲上去 他現在都還沒有請我喝咖啡 這個 我跟孔老夫子一樣 自行速修以上 無味場不交易 自行咖啡可樂以上 無味場不交易 所以 非常賣力的在教我們 還會再講 還會再講 可是我一直在講說金教會長剛開始也沒人相信我啊 現在已經都漲到2500 我這個不是 不是算命的喔 也不是 心血來潮 我是從經濟學上去推理 結果是這個樣子